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还有这一颗非常非常大的石狐篮 有多大呢?大概看起来有快100公分高 这可能是接近比赛等级的石狐篮 你可以看它的花梗有好几根 有大概2,4,5梗以上,而且很粗壮 这种等级的石狐篮非常大颗 你可以看它整个都是花梗 而且它这个好像有个名字叫黑天的还是什么的 我们看它有个牌子,黑美人 好,就是一颗很大颗的石狐篮 这个有时候在比赛场还蛮常见的 这种就是大型的石狐篮系列 很会开花,而且花梗拉得非常的长 这一系列呢,其实在有时候偶尔在田尾也可以看到 所以还蛮有趣的,而且是大颗的石狐篮 如果你喜欢大颗的石狐篮可以来找找 像其实比较大,有人特别喜欢大型的石狐篮系列 像我朋友就喜欢,就喜欢羚羊系列的兰花 你看这个真的非常的高壮 而且其实这个比赛场在每年的比赛场 还蛮常看到这种大型的石狐篮系列 而且还蛮容易得奖 因为它开得非常的壮阔 那枝条如果多的话可以开得很夸张 这也是这种兰花的特色之一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的壮,而且非常的高 有些大型的石狐篮甚至可以到一个人高以上 那后面呢,这些大概就是春石狐篮系列 春石狐篮系列可能要到明年才会开花 现在你看都可以长到大概 大概七八十公分以上 接下来的季节呢,它长的速度会再加快 因为那个冷热交替的关系,它会再长更快 基本上如果一些品种有些可以长到将近快一百公分 其实我之前有看过可以长到快进两公尺的品种 那这个就非常非常长 那当然这个季节目前还是成长期 不过最近又开始下雨了 是下雨的速度,长的速度会加快 不过叶子很容易烂 所以如果有下雨的时候 可能要特别注意你的那个叶子 会不会被零到零到湿掉或烂掉 好,我们来看其他的兰花 好,这个非常的特别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18磅 那你会说,这个怎么还会有18磅呢? 18磅不是春石狐篮系列吗? 怎么现在还有? 18磅有分成几个系统 一个就是我们说冬天的系统 就是我们上次有介绍过的雪中红 属于冬天的系统 春天的系统主要产在菲律宾系列 春天的系统 然后还有夏季的系统 那夏季系统有些个体会特别的晚开 有人称为8月檀香或9月檀香 那甚至还有10月檀香也有 那这一类形态的呢 就是在现在开 所以这一颗呢 你可以把它称为9月檀香 9月才开的檀香师傅 是一个非常非常晚开的 那这一系列的檀香师傅 都有一个还蛮大的特色 你可以看它的喉 喉里面有两个眼睛 这个是它的最大特色之一 那这种檀香师傅呢 它其实开的季节非常有趣 就是在这个季节啦 就是你会发现 在没有檀香师傅的时候 现在在开 其实之前我有看过 那个加里曼丹的不落叶系统的 也有在夏天开的品系 之前在高雄花市吧 我记得那时候在8月左右 又看到加里曼丹系统的在夏天开 所以有一些品系 它开的时间跟一般的时间 其实不是那么的一样 有些可能是在夏天开 但是所以18磅你如果收集的很完全 春天也可以开 夏天也可以开 冬天也可以开 所以就算秋天季尾 一点点没有而已 就是我们说的10月多 会比较空档期 10月11月 甚至有记得有那种 10月檀香的也有 那所以如果你收集的钱 你会发现有什么 5月檀香 6月檀香 7月檀香 8月檀香 9月檀香 甚至到10月 都有 所以非常有趣 这种兰花非常的好玩 当然大家还是有统一一个 很基本的说法 叫夏日檀香 夏天所开的檀香石湖 所以大部分都被称为夏日檀香 夏日檀香的产地 就大概是在缅甸 或者是越南这一地方 它的喉心非常的明显 跟菲律宾版本的完全不一样 菲律宾版本的 它的没有那两个眼猴 差很多 而且它的颜色通常就比较深一些些 越南跟缅甸这一系列 都比较粉一些些 所以两个的颜色完全不搭嘎 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蛮有趣的 开的时间也不一样 颜色也不太一样 好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我们的哦 那有机会出来走走吧 现在慢慢的有兰花出现 那夏日檀香其实偶尔可见 不一定那么常见 因为其实还蛮有趣的 而且到了现在9月底 还在开的檀香15 还真的是不多 有时候跟个体有关系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